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们每一个护理工作人员都很记得的 因为在我们来讲真的是重新去做 因为有点在这个样子的工作底下 它才会可以不要是一个工作 而是一个快乐 所以在时尚产后护理自家 妈妈 宝宝 护士阿姨们 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家 快乐做叶子 同时兼顾宝宝的细心呵护 是每个产后妈妈的愿望 这间产后护理之家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切与热情 但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 他们的每一个服务 都是以妈妈作为出发点的用心 我们会询问妈妈的意愿 然后在妈妈同意之下 然后我们就会帮妈妈协助 不慰慕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会依照是全职妈妈 或者是职业妇女 然后各别的特质化计划这样子 以专业的角度为妈妈提供建议 除了每天会有护理师 为妈妈做生命真相 与产后复旧评估 定期也会有小儿科 与妇产科医师寻诊 让妈妈清楚了解 自己与宝宝的状况 新生人他们会有清醒的安静期 以及清醒的活动期 那我们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搭配上环境的布置 让孩子可以逐渐慢慢地 达到妈妈他们要的规律 以及配合度 那在妈妈跟宝贝这一块 如果都可以达到妈妈想要的 我想来到我们这边的妈妈 几乎都可以远离忧郁 远离他们的焦虑 每个人都会很亲切地回答你 然后也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然后甚至食尚这边有妈妈教室 下午都可以上课 我那时候低胎很勤奋 每一场都一定会听 然后就学到了很多 第二胎比第一胎感觉更好 可能是说一来就已经很放心的感觉了 然后再来就是 你知道说这里可以帮忙你什么事情 让人安心的专业 给予妈妈宝宝真正需要的照护 也让妈妈可以和大小孩同住 有着中西医世家的背景 结合传统医学 现代医学与营养学的服务 提供高品质的月子餐 时尚的餐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每天都非常期待十点钟的点心 因为主厨都会用新鲜的蔬果 还有一些坚果类做一些摆设 然后摆出来一个很漂亮的点心端过来 那就可以知道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餐点上面 应用一些特殊的中药材 还有一些比较营养全面的食材 来调养它这个体质 那我们时尚从HOLIC之间 也采用一个非常专业的营养团队 十二年当中 我们服务了三万名的妈妈 所以这套的业界餐 在业界是还蛮有名的 令妈妈赞不绝口的餐点 温馨舒适的风格套房 以及专业热情的团队 他们甚至在山西太原 也有设立这样一间 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产后护理之家 多年来秉持着一贯的理念 温暖许多妈妈的心房 因为我们的老板超级爱他的孩子 他就是将心比心的 觉得别人的孩子 人家既然交给我们 我们也要有一样的心情 所以他最大的理想 就是不是为了要开多少的 时尚常后护理之家 他为的是 我怎么样做到第一名 做到最好 第一名到最好 不是我多么赚钱 而是说 我对这些妈妈宝宝 当他们有一天提起时尚的时候 时尚当初是真好 还好我去了时尚 对我们来讲 这个事情就是最开心最重要的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